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进入这个TCP协议的学习 本节课呢我们来了解TCP协议详解 那么什么是TCP协议呢 TCP协议它其实是这个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的缩写 TCP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传输控制协议 那么TCP协议呢 它是属于网络里面的非常复杂的一个协议 包括后面呢我们都会从很多个角度 去深入到这个TCP里面去 那么同样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TCP它位于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张图呢相信很多同学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那么TCP协议呢它也是位于这个IP数据报里面的 它也分成这个TCP的首部 以及TCP的数据报的数据两个部分 那么从结构上来讲呢 这个TCP协议和这个UTP协议呢 它们的数据结构都是一样的 都是由这个头部首部和这个数据所组成的 那么包括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个IP数据报呢 它也是由这个首部和这个数据所组成的 那么这个特点呢 其实也是属于很多网络的这些数据报里面的一个特点 它都是由首部和这个数据所组成的 那么在前面我们在了解这个UTP的时候呢 我们就对这个头部以及UDP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了解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先对这个TCP的这个协议的这个特点进行简单了解 那么首先呢TCP协议它是一个面向连接的一个协议 那么什么是连接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介绍了 那么对于TCP来说呢 如果说他们需要通信的话 它首先要建立起这个TCP的连接 也就是说我需要很大电话的话 对吧 然后我首先呢需要拨通这个电话 然后呢才能进行这个通信 然后在这个通话结束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电话给挂断 因此呢TCP协议它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协议 第二点呢就是TCP呢 它的一个连接有两端 它是点到点的一个通信 还是举电话的这个例子 我和你是要进行这个电话的通信 那么我和你呢就属于两个端点 点到点的一个通信 所以呢TCP呢 是一个点到点的一个通信 接着第三点呢 就是TCP它提供这个可靠的传输服务 那么在前面我们在对UDP进行了解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这个UDP协议呢 它是不能提供这个可靠的传输服务的 那么在这里面 这个TCP这个协议 它就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传输服务 那么它的可靠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对这个可靠的实现 进行一个了解 这里面我们先要知道TCP 它是一个可以提供可靠的传输的一个服务的协议 接着呢是这个TCP 它是一个全双公的协议 全双公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前面在概述篇的时候 对全双公也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举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我和你打电话 对吧 然后呢我和你都同时可以在这个电话的连接里面 进行这个对话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全双公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这个TCP协议 它提供全双公的通信 也就是说 两个计算机 它们在连接的时候 它们都可以同时的往这个连接里面去发送数据 或者是接收数据 那么这个是属于TCP的第四个特点 提供全双公的通信 接着呢是第五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 TCP它是面向这个自节流的协议 在这里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所了解的这个UDP 那么UDP呢 它是面向这个用户数据报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它说TCP它是面向这个自节流的 那么自节流和这个数据报有什么区别吗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对这个自节流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那么这里面的流呢 其实就是指流入进程或者是流出进程的这个自节序列 我们知道这个存储层的数据呢 都是由这个应用层给存储下来的 它是一块一块的 但是呢 在TCP这里面呢 它不把它看作是一块完整的数据 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系列的 一整串的这个自节流 那么这里面呢 TCP不是面向一整块数据来进行处理的 而是面向这个自节 一个自节一个自节来处理的 所以呢 在TCP协议就可能取出数据里面的某一段 来进行这个传输 而剩下的数据呢 再把它放到第二个TCP报文来进行传输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TCP 它是面向这个自节流的协议 因此呢 在TCP里面 可能会对这个用户的数据块进行合并 也可能进行分拆 也把它更好的传输出去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TCP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里面提到的五个特点呢 同学们也可以对照着前面我们所了解的这个UDP 来对比的学习 以更好的去理解这里面的特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TCP协议的头部 那么这个表格呢 就是TCP协议的头部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呢 会比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这个UDP的头部啊 要复杂很多 这里面呢 有123456行的数据 那么我们前面所了解的UDP呢 它只有两行数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重点来看这个TCP协议的每一行数据 或者说每一块数据它的行义是什么 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行呢 有16位原端口以及目的端口 那么这个呢 都是和UDP是一样的 接着是这个需号以及确认号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需号呢 还是确认号 这里面的长度啊 都是32个比特位的 接着呢 是这个数据偏移 以及保留之段 TCP标记 那么这些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也会学习 还有就是这个窗口 那么这个窗口是TCP的滑动窗口协议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知道这个TCP的头部有窗口的这么一个数据 接着呢 是这个16位的这个交验盒 对吧 然后是16位的紧急指针 然后呢 还有一些TCP的选项 那么这个呢 是可选的 可有可无的 那么最后的填充呢 就是把它填充为这个32的整数倍的这么一个比特位 那么这里面呢 除了这些可选的内容以外呢 TCP的头部固定有20个字节 那么20个字节呢 是由前面的5行所组成的 这里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前面的UDP呢 它有这个8个字节 对吧 然后我们在前面的在网络层所学习的这个IP协议呢 它也是固定有20个字节的长度 那么这些呢 同学们也可以去回顾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对这个TCP协议的头部的各个数据 进行一个简单的认识 以刚好的去理解这个TCP协议 那么首先呢 是16位的原端口 以及16位的目的端口 那么这两个呢 和前面所了解的UDP协议是一样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序号 那么序号呢 这里面我们知道 它的比特位呢 一共占有32个比特位 所以呢 这个序号它可以表输的范围 是从0到2.32次方 减1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那么序号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TCP协议呢 它是面向这个字节流的 因此呢 对于TCP协议来说 每一个字节呢 它都有一个唯一的序号 那么这里面的序号呢 就是来标记 这一个存输的这个字节的 这里面一个字节就有一个序号 那么这里面的序号呢 它其实代表的是 这一个TCP报文 它所传输的数据的 第一个字节序号是什么 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有这样子的 一个TCP的数据报文 对吧 然后这个序号呢 其实指的就是 TCP数据报里面 数据的第一个字节的序号 也就是这一个数据报的 第一个字节的这个序号 那么和这个序号 配合的来使用的话 就是这个确认号了 那么确认号是什么意思呢 确认号它表输的范围 也是从0到230二次方 减1 那么它同样的也是 一个字节一个序号 那么这里面的确认号呢 它主要是用于表达 这个期待收到的数据的 首字节序号 举一个例子 那么假设这里面呢 某一个计算机 它收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这里面数据的这个 序号呢 是501 然后呢 这一个数据的长度呢 有100个字节 对吧 那么某个计算机呢 收到了这个数据 确认号呢 它就会说 诶 这里面的501到600的这个数据 我都已经收到了 那么我期望说 你下一个传递给我的数据的 确认号是601 那么这个601呢 就是存储在这个确认号里面的 因此呢 这个确认号 它表达的就是 我希望收到的下一个数据报里面的 数据的首字节序号 那么这个确认号呢 就是配合着这个序号一起来使用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确认号 有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就是 如果说这个某一个报文的 确认号为N的话 那么就表示 N-1的数据 都已经收到了 那么这个是对确认号的一个规律的总结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数据偏移了 那么数据偏移呢 我们先对数据偏移的这一个数据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首先它是占这个四个比特位的 所以呢 它表示的范围是0到15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面的偏移呢 它单位是32位置 也就是说 每一个偏移呢 它都可以表示四个字节的偏移 那么数据偏移 它所表达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这个真实的TCP的数据 它偏离手部的距离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由于这个TCP的选项 这一个快的内容所导致的 因为这个选项 我们不知道选项的内容有多少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需要存储这个数据偏移 以表达说这个真实的数据 偏离这个头部的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数据的偏移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运算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TCP协议啊 它的头部呢 固定字节有20个字节 也就是说TCP的手部呢 它至少有20个字节 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这个TCP的手部 它最长可以有多少个字节呢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数据偏移 来一个运算 以了解这个TCP手部的最长的字节有多少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数据偏移呢 它最大表示的数字是15 然后呢 每一个偏移呢 它都可以表示4个字节 因此我们就可以运算得到15乘以4 这个最大的数据偏移呢 是60个字节 所以这个TCP的头部 它的长度就是20到60个字节 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数据偏移运算所得到的 数据偏移之后呢 就是这个保留字段 那么保留字段呢 它是保留着的 还没有使用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呢 老师不对它进行展开 我们重点来看下一个 这个TCP标记 那么TCP标记呢 它占有6位 这里面的每一个比特位都有不同的含义 这里面的6个比特位呢 分别是这个URG 以及ACK 还有PUSH VSET RST 以及SYN 还有FIN 那么这里面的6个比特位呢 每一位都有不同的含义 我们接下来重点来看 这里面的每一个比特位 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首先是这个URG 那么URG呢 它的含义是紧急位 它是这个紧急的这个单程的缩写 如果说这个URG等于1的话 那么就表示说 这一个TCP数据呢 它是一个紧急的数据 接下来是这个ACK位 那么这个呢 表示的是确认位 那么只有这个ACK等于1的时候 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个确认号 它才生效 那么这个呢 是ACK的作用 接下来是这个PSH PUSH位 那么它的意思呢 是推送位 当这个PSH等于1的时候呢 表示说这一个数据 对方的存在层 要尽快的把它交付到 你们的应用层上面去 接下来是这个RESET位 它是这个RESET单程的缩写 这里面评写错误了 我们改一下 RESET RESETAWAY 那么它的意思呢 是这个重置位 当这个IST等于1的时候呢 表示说当前这个连接 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然后呢 我希望和你重新的建立起这个连接 原来的连接呢 就先断掉 那么这个呢 是RESET位的一个意思 然后是这个SYN位 那么这个位呢 是同步位 那么同步位呢 如果说等于1的话 那么就表示说 它是一个连接请求报文 它是用于同步这个连接的信息的 还有这个FIN位 那么FIN位呢 它是Finish中止位 当FIN等于1的时候呢 表示说当前连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希望释放这个连接 那么这6个呢 就是TCP标记的作用 那么这里面的6个标记呢 其实对TCP来说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在后面在学习 这个三次握手 或者是一个四次释放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不断的使用到 这里面的TCP标记 因此呢 这一页PPT或者是这个表格呢 希望同学们可以记录下来 以方便我们后面的学习 TCP标记之后呢 就是这个窗口了 那么窗口呢 它占这个16个比特位 它可以表示的范围呢 就是从0到2到16去方减1 那么窗口它的意思就是 指明对方可以发送的 这个数据量有多少 那么如果说窗口值是1000 那么也就表示说 对方你可以发送1000个字节给我 这里面呢 也可以把这个窗口结合 这个确认号来进行一个运算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的这个确认号是501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窗口的值呢 是1000 那么也就是说 从501到1500 这么多个字节的数据 都是可以接收的 那么这个就是窗口的一个意思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校验核了 那么校验核和UDP所了解的是一样的 因此在这边不要展开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紧急指针 那么这个呢 只有当我们前面所了解的 这个URG等于1的时候 它才启用 那么它表示的是这个紧急数据 位于的这个报文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TCP报文来说呢 其实是有部分的这个紧急数据啊 它是可以保存在数据报文里面的 那么到对方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紧急指针 来指定说这个紧急数据 所位于的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TCP选项了 那么选项呢 它是可选的 这里面我们刚才对这个数据偏移 运算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除了固定的20个字节以外呢 数据的这个TCP选项呢 它最多只有40个字节 那么这个选项啊 主要是支持这个协议未来的发展 所使用的 那么具体这个选项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在后面会对这个选项的一个用处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TCP协议首部的讲解 在刚才我们对首部的各项内容 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那么我们在了解某一项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头部 可以简单的去了解到这个协议 它可以干些什么工作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TCP的首部进行讲解 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后面所有内容的学习 因此呢在这里面呢 希望同学们可以先对这个TCP协议的首部 进行一个了解 并且把它记忆下来 那么这样子呢 会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后面的内容 那么最后简单的来回顾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本节课呢 我们首先了解了TCP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传输控制协议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了解了这个TCP的特点 这里面我们的特点呢 是结合或者说对比前面的UDP协议来学习的 这个呢 是这个TCP的首部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那么节课的主要内容